好几枚飞弹深空朝目标建筑发动攻击 夜空窄出火光伴随爆炸声响 伊朗电视台当地时间15号晚间释出这段空隙影像 声称发射树枚飞弹轰炸以色列位于伊拉克的情报总部 尽管影片的真实性还有待理清 这场空袭也没有造成任何美方设施损害 不过美国和以色列分别发声谴责伊朗 不过与此同时背后有伊朗长期支援的 叶门叛军胡塞组织再度攻击红海船只 一艘从越南前往以色列的货船遭受攻击 船上有24名船员 索性船还能继续航行 船员也没有受伤 但中东局势明显有恶化趋势 就怕尾巴冲突扩大成中东战争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